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没办法 并不是说我不想读简单的东西 而是觉得简单的东西我都已经知道了 我读书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读这些书 其次才是给别人读 如果我读的东西都是我知道的东西 那么首先就不是给我自己读了 而是给大家读了 那是给别人读就成了第一位 所以还是请原谅 我还是读一些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比较难 就连哲学其实我所想出来的 也可以说是创造的这样一个量子禅哲学 其实后来发现也和很多其他大师的哲学是一样的 那么看了道圣和夫的哲学 其实有很多东西跟我想的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刚才说到他的东西比较通俗易懂 那这也就是一个长处吧 道圣和夫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那他能把我们都想过的东西用通俗易懂的 而且可能更流畅的文章写出来 也是对别人的一种 也是一种能力吧 也是对别人的一种能够把自己想的东西写出来的一种能力 所以我觉得也好 我就读一读这个 我认为比较简单 但是也很深奥 意义很深奥 但是词汇比较简单一些的 道圣和夫是谁呢 1932年他出生于日本洛尔岛 毕业于洛尔岛大学工学部 1959年创办京都陶瓷诸诗会社 现在的京瓷公司 1984年创办第二电诸诗会议 现名叫KDDI 是仅次于日本NTT的第二大通信公司 这两家企业都进入过世界500强 2010年出任日本航空诸诗会社会长 仅仅一年就让濒临破产 重建的日航大幅度扭亏为盈 并创造了日航历史上最高的利润 这个利润也是当年全世界航空企业中的最高利润 现任京瓷名誉会长 KDDI最高顾问 日航名誉顾问 1984年创办圣和淑 向企业家淑生义务传授经营哲学 1984年创立道圣财团 同年设立了一个像诺贝尔奖一样的国际奖项 京都奖 代表著作活法经词哲学人生与经营的原点思维方式 关于这个京都奖 我之前还谈到我们做随机微分的人 知道有一个一头斯莱玛一腾引力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力 这个引力在随机微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在应用领域呢在金融领域用的特别多 就是这个衍生产品的定价 这个一头 这个一腾啊就得到过这个金都奖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一个 所以道圣和夫和我还是有很多关联的 那么现在就开始读他的书 第一章 关于人的存在和生命的价值 人的存在有价值吗 人生于世意义何在 当有人提出这类有关人的本质的问题时 我会做如下回答 地球上 不 整个宇宙间存在的一切 都是因为具备存在的必要性而存在着 无论多么微小的东西都是必要的 人类自不必说 森罗万象一切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 哪怕是生长在路旁的一株杂草 滚落在街边的一粒石子 也因为具有存在的必然性而存在着 不管如何渺小的存在 如果它消失了 这个地球乃至宇宙就无法成立 因此存在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意义 这种说法不单是抽象的观念 在科学的世界里也获得了证明 这就是能量守恒定律 就是构成宇宙的能量的总和 既不增加也不减少 而是恒定不变的 比如我们燃烧一个物体 看起来它似乎消失了 实际上只是变成了气体 燃烧后的残留物以及热量 其能量的总和仍保持不变 就是说它并非消失 而是在能量的总和恒常不变的前提下 转换了它的模样形态而已 因为能量的总和不变 所以无生物也罢 微小的物质也罢 它们全都是构成宇宙的 不可或缺的元素 比如被奔驰的卡车 弹进路边沟壑的石块 对于浩瀚的宇宙而言 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缺失了哪怕数百兆分之一的 微量物质 宇宙的平衡也会因此而被打破 所以没有不必要的存在 竟然存在就是构成宇宙的必要之物 或者说是必然性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 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东西 都不能说不必要 反过来说 世上没有多余的东西 缺少了任何东西 都会迫害宇宙的平衡 同时宇宙的所谓存在 并不是某种东西可以孤立存在 所有一切都在相关连中存在 进一步说 因为其他东西的存在 才有自己的存在 因为只有自己的存在 才有其他东西的存在 一切都在相互关系中存在 都是相辅相存 施加莫尼把这种现象 称为因缘而生 施加莫尼因打开了心眼 而达到了开悟的境界 获得了真正的智慧 洞悉了宇宙的真相 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现在利用最先进的科学 才能解释的宇宙观 施加莫尼早在2500年之前 就已经看透了 领悟了 一切存在绝非偶然 都因必要而存在 我们降生于世 生存于世 都是必然 存在本身就有价值 但是人的价值不仅仅是存在 具备智慧 具备理性 具备心性 因而人被称为万物之灵 人是地球上进化程度最高的生物 人应该具备超越存在的伟大家值 我认为这种存在 就在于人能够为社会 为世人做出贡献 就是说从宇宙的浩瀚的角度来看 哪怕无所作为 但只要是存在就有价值 但人具备意识 能够思考 可以磨练自己 可以创造比其他存在更为重大的价值 而这种价值 就在于能够为社会 为世人做贡献 积极主动地为地球 为人类社会做贡献 有这种愿望 能够为实现这种愿望而努力 这样的可能性 只有人才会具备 然而人类却企图征服自然 想要践踏地球上的其他生命 想要统治别的民族 一味地争斗讨伐 在这种情况下 有智慧 有知识 有心性 能思考的人 人类将成为地球上最恐怖的存在 人如果仅仅是存在 对宇宙而言 仍属必要 但如果心怀邪恶 那么人就会加害于宇宙 所以人具有两面性 为了发挥作为人应有的正面价值 人的心性 思维 智慧 理性 这些精神要素的品质好坏 就成了关键 让我们转换一个视角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具体的人的诞生 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了 我想人存在的价值也就明白了 比如道圣和夫这个人降生于世 存在于此 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 这又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例如A这个父亲和B这个母亲结合 生下了C这个孩子 母亲B排除的男子 与父亲A排除的精子配对 组合可能的数量 大的令人发昏 但只有其中一对结合诞生了C 从现代人的理性看来 这纯属偶然 从结果来说 似乎属于偶然 但是我却认为C这个人是该生才生的 应该这么考虑才对 我很清楚 我这种说法一定被贬斥为荒唐无稽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出生 生存仅仅是偶然的产物 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价值 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如果只是偶尔被生了下来 那么生也好不生也好都无所谓 我想这是不对的 人应该更有价值才对 如果做一个假设 就是人的价值不高 即便不高 但如果我们把人的出生认定为必然 那么我们就会产生 提升我们人生价值的愿望 出生乃是必然 天生我才必有用 抱这样的观点 人生的意义 使命热情 才会萌生出来 我认为这样的思考非常重要 如果对这种哲学性的问题 又要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来剖析 下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 那就会导致蔑视他人价值的胡作非为 好了 这一章就读完了 我加一些我的评论吧 因为我说它和我的量子传哲学非常像 量子传哲学呢 其实比这个要更复杂一些 就是说宇宙的一切呢 基本的东西是量子 那么量子里面有很多 非常的 魔幻的 复杂的规律 这些规律呢 让我看起来 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而是有一个非常高的灵 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 只有因为量子才会有这么复杂的世界 也会有能量守恒定律等等 也会有很多其他的物理定律 所以呢 第一点呢 我的这个哲学要比他说的这个要复杂一些 但是呢 得策的结论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世界 自然世界 是有 后面有个很强的规律 那么道圣和夫这里只是强调 每一件东西 不论是人还是实子 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的哲学呢 要比这个复杂一些 因为我觉得呢 要觉得自己的存在 人类的存在 还有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有价值 光是说能量守恒定律 还是不能够使我幸福 因为一个石子 虽然说它呢 也是能量守恒定律 导出来一个东西 它不可能不存在 但是如果就是为了一个石子 那么我们的生存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我觉得还是没有完全把生活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说得那么清楚 所以我才有量子传的这个概念 量子呢 是更基本的 更魔幻的一些东西 其次呢 他提到这个存在 一切存在都有价值 绝非偶然 还有后面呢 他也谈到 A的这个父亲和 B这个母亲 他们的 男子与精子结合 产生了C 认为C有可能就是 虽然说看起来是偶然 实际上是必然 但是这个必然 他也说了 实际上是一个信 一个belief 是一个 我认为 不论别人怎么说 但我认为 我的生命就是必然的 是有价值的 这个观念呢 实际上呢 还是人的一种 自我的这个 需要一个自我的这个 信 信 belief 只有相信自己的存在 是有意义的 自己的生命 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不相信的话 别人怎么说 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是心理学家 爱德勒的观点 而不是 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那种看法 弗洛伊德认为 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 也不是说不可改变的 但是是由于 心理 童年时代受到的一些伤害 造成了以后的一些 心理创伤 影响了人的 日后的成年式的行为 但是实际上和 弗洛伊德一起 工作的 这个埃德勒 或者是说 也许是 弗洛伊德的一个学生吧 当然他们 埃德勒并不认为 他是个学生 他们只是在一起工作过 埃德勒的 想法就是 只要我们相信 我们就是存在 我们就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 不论我们在科学上 怎么来论证 我们的存在是必然的 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 都是给我们的信念 一个更多的佐证而已 归根结底 最后还是要 我们相信自己的存在 是必然的 是有意义的 这样 我们的生活 才能够成为有意义的 好 今天这一章 就读到这儿 也说到这儿